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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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风轻扬 星空已闪亮 梦就在滚烫 这个试着说好一起撞 不回头不许失望 星星落下无边的海洋 找回旧时光 有风痛香又暖 从当誓言说的寥寥 每天大胆闹闹悄悄嚷嚷嚷 奔跑过的街道 笑笑 每一次都是你在身旁 这风荡雨 我的 肩膀会放下 如果你要哭了 多快乐 我不顾一切陪你去连了 想好朋友 懂得 当然要让你不要 心情像贵海洋 的愿望 为你实现消失炎痒 神奇百马 和宗星 重生在你的身旁 做你的光 主要注意疏候排气 这个排气的第二天 才能够开始进食 进食的头两天 只能吃一些流食 和清淡类的食物 什么油腻的呀 然后难以消化的 包括骨头汤都不能吃 少说话让它多翻翻身 这样有助于它排气的状态 如果有腹胀腹痛 包括这个发烧的状况 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来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还有没有什么 别的需要注意 这个就是 主要是防止它粘连 所以要适当地动一动 不是太痛的话 可以下地走一走 好好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醒了 神儿 哥怎么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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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 怎么样了你啊 就是一个小的微创手术 这怎么突然之间 怎么还犯病了呢 不知道他昨天吃了什么 突然说就倒在那个 滑板公园了 我天啊 还好堂堂在 你看吧 平时我就说 要找个伴儿找个伴儿 嘴硬得要命 现在知道 顾家寡人的滋味了吧 什么 不要说话 说话如意胀气 阿姨 她应该是 有点口渴 是不是口渴了 你现在不能喝水 我拿棉签在那边 嘴巴沾湿一点 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凶闷呢 我把窗窝 给你打得透透气 等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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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灯黄眼睛嘛 太亮了 我给你把灯关了 那你倒说呀 不是 你手术不能说话 你现在麻药 还没有完全过 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之后 之后呢 能喝一点点米汤 你现在难不难受 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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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受 到底难不难受啊 是不是觉得 有点难受 但也没有那么难受 这样 我帮你翻个身 你侧着躺一会儿 医生说要促进 这个肠道蠕动 等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再帮你翻平 好吗 峰月儿 你帮她往左边翻个身 好 来 来 不是 不是 走 往她左边翻身 她伤口在右边呢 那你说是往她左边 左折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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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她弄我帮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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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了呀 易阿姨 我刚刚去便利店 买了一点湿巾吸管 杯子什么的 您看还需要 什么生活用品 还说您回去收拾一趟 当然了 我今天晚上陪夜 我刚才问了 这是床啊 那辈子啊都有 我就回去 拿点洗漱油品 好 那我在这儿陪着她 等您回来吧 你们呢 你们要陪着吗 小琪去哪儿了 我 小琪在幼儿园区呢 我晚上去见她没事 对 老婆 你去把小琪先接着 然后你们赶紧回家睡觉 实在不行 一会儿我过来 来来来 我们俩一块去 我们一块走 那这样我先来一块出去 我们俩一块出去 好 好 我很快就回来啊 快去快回 我明天早上给你送点小米粥 好不好 你现在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排气 我把手机呢 放在你的旁边 你一旦放 你要是排气了 你就跟我说 你不要笑 你这一下把伤口牵动了 怎么办 放弃了跟我说 放弃了 排气了 医生说别喝牛奶豆浆 这种容易胀气的东西 明天我带小米粥来 放弃了 放弃了 我的腰啊 放弃了 放弃了 你是不是睡不着 你说话 我已经睡着了 好 早啊 唐一好 这么早就来了 宁哥来了 对 我今天早上 要开会 我想就早点过来 给你们带点早饭 我本来想着呢 在医院吃一口 但没想到 他的流食 还真是流食 就一碗清汤 喝了两口不喝了 那正好 我给你们带了包子跟豆浆 让你们赶紧垫一口 我还是说这个 医院的枕头肯定不舒服 给他带了个记忆枕 待会儿给他换上 还带了点这个电炖钟 带了些小米 到时候给他炖点口消化 唐唐这姑娘可真细心 阿姨 您昨天没休息好啊 别提了 医院那个陪护床硬得要命啊 腰酸背腾的 护士呢 一个小时要进来查房 你说我睡了吧 睡了 但等于没睡啊 我本来就有神菌衰弱 这不 借了个血压仪 还真血压高 哎呀那那赶紧吃口饭 垫你的东西 好好好 你们弄一下 我把这个先还了 好好好 好 凡人把那推过来 包子豆浆 吃一口 我现在一口也吃不进去 我就想吃我老婆做的鸡蛋饼 我啥时候能回家 我都不知道 你哄老婆你要有诚意啊 你就那么随便哄一哄怎么可能 她又不是小孩 杨哥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对她什么样你不清楚吗 我什么叫没诚意啊 杨南选美食还是拿铁 拿铁 而且多加糖 她大学时候每一杯早晨的拿铁 都是我给买的 你考我这个 她怀小旗的时候 妊娠性高血糖 她早就戒糖了 她现在只喝美食 你还说你有诚意 我平时工作忙的东西 这种技巧 你在那说什么风凉话呀 她最听的就是你的话 你帮我劝劝她吧 管不了 就是得看你自己 杨哥 长这么大 我没求过你一回 就这事你帮到我行不行 那隔中三天 求远哥还求少了 卷子交不上来 求远哥别记你名字 计算机编程 做不了了 求远哥帮你做 加实演 那医生缝合刀口的时候 就应该把你嘴缝上 虽然你只有一晚上没有讲话 但是你刚刚开口 我怎么感觉 有好久都没有听到你声音了 可说呢 那蓝尾大小也是个器官 摘了嘛 多少会影响点说话声音 你看我这天天多忙 策划部打电话呢 喂 我在医院呢 我本来想跟你熬紫米粥 但是一想紫米不好消化 又想跟你熬大米粥 又觉得大米粥 特别地单调没有味道 就加了点小米 你家怎么会有小米的 我昨天下班之后 趁超市关门前去买的 嗯 熬得不错 嗯 你总是 能做些让我开心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我总做些 让你开心的事 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 主要是因为是我做的 所以你就总是 傻乎乎地觉得特别开心 你这个逻辑 我不是只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 才傻乎乎 我刚刚看亚姨休息得不太好 够血压都发了 嗯 是 今天晚上就 就别让她陪了 我觉得也是 是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那 那又不 行 阿姨 好了 回来来 来 叶阿姨 我看您昨天休息得不是很好 你今天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我陪她就行 对 妈 你休息吧 太好了 我正好缓一缓 腰酸被疼 说什么呢 我在这儿就行 让阿姨回去休息一下 没事 我陪她吧 你还得去上班 我在这儿看她就好了 我 我上班没事 最近任务不是很重 我 我就跟他们说 我晚点到就行 她就是哥哥拦尾 又不是别的病 你给请她假干嘛呀 不治理啊 再说了 雅南现在不让我回家 我没地方去 我告诉你啊 这事你得给我摆平啊 要不然我只能在这儿陪她了 是这样的 因为你这个人 平时你总是毛毛躁躁的 她现在刚做完手术 我照顾她吧 能更细致一点 这就错了吧 你是女孩 我是男孩 她晚上起来上厕所 起 我能帮她呀 你咋办 对 唐唐 这个你不行 那 你看 饿了吧 这个我吃不行 吃饭 行行 那 那吃饭吧 来 阿姨 这有包子 你看吃哪个 猪肉大葱的呀 好吃 杨哥 要不你细致吗 真会买 闭嘴 好 最近那个直播时间计划表出来了 我俩负责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的 对了 盛妮她最近没有直播吗 没有啊 她最近在米兰参加时装周 你没看网上 都是她看秀照片 陈总 陈总 你们今天加班吗 不加 也可以加 一会儿我请大家吃火锅 你一会儿叫一下 技术部的同事 我 我需要我定位子吗 废话 她最近心情挺好啊 对啊 刚才在笑 我去定位子 青赖总开股行支行 刚好是我之前待过的地方 我去调了一下明细 青赖从三个月前 发工资的流水机去地检 论坛上也有关于青赖 拖欠教师工资的消息 不过热度都不高 行 你继续跟进吧 好 唐初 唐初 顶楼找 这次固执手的案子 辛苦唐初了 谢谢周晃 都是应该的 金珍那边 对唐初的评价也很高 听说干初已经出院了 这两天就会回来 小姐上班了 怎么样 最近忙吗 还行 都是些常规性事务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主要就是青赖一赔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微带 青赖一赔还是很出名的 目前是西南地区 最大的一赔机构 好像还有上市的打算 是的 昨天高副航长 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 提到了 对于一些优质待方 是不是可以 适当放回一些要求 加快一些进度 也斟酌一下 明白 航长 青赖这些年的发展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啊 这次扩代 不仅仅是担案 更是青赖和会商 重新建立 长期战略合作的契机 青赖从三个月前 发工资的流水机去地检 论坛上也有关于 青赖拖欠教师工资的消息 青赖一赔又在催进度了 其实 放了应该也没事 毕竟领导的态度在那摆着呢 我想前两天假 他们要问你呢 你就说 我这两天不再处理 你确定一点都不放啊 书面材料看上去 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我总觉得 实际问题应该挺大的 嗯 嗯 你咋啦 你咋啦 你肯定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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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抓紧呢 你肯定的 你的肯定是要只能只能等 副定的 这儿我肯定会一次 旁边的气氛 那我肯定要吃了 你肯定的 你肯定会好 你肯定会来 哎呀 来 吃烧烤吧 蒋中宝 你看我现在这样下属 能吃烧烤的吗 滚 那来碗粉 你吃了口西医药呢 玩了 好 你就非得在我这屋吃吧 不是废话吧 我上隔壁病房 人也不让我进呢 我说不认识他 好 说真的你都不知道 我这段晚上经历了什么 什么 冯雅雅晚上睡觉 拿呼噜磨碍就算了 她半夜跑到我床边 我吃不吃烧烤得 吓得我呀 这还不算离谱 半夜四点 她点了一个酸水米线 还 还是螺蛳粉 我都忘了 不重要 总是一直缩本缩得清凉 天哪 你让她回去吧 今天我来陪你 真的呀 你真过来陪我 对啊 我请了三天的试驾 加上周末 估计可以陪你到出院吧 哎呀 为什么有周末呢 周 哦 什么干什么呀 那周六跟周日可以了吧 行 嗯 怎么样啊 感觉 还疼不疼 当然啊 大夫 一点都不疼 恢复得特别好 嗯 如果没多大问题的话 上午输完夜 你下午就回家休息了 啊 这么快就出院了 当然 蓝胃炎 本来就是个小手术 很多病人都是两天就出院了 你还多观察了一天 哦 可是我好像恢复得 感觉还没那么好啊 没什么问题 只是 两个指标 稍微得有一点点高 是吧 我 我就觉得 是不是应该再多观察 观察两天吧 没啥大问题啊 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吧 好 喂 剑哥 大夫说我下午就能出院了 要不你就别过来了 让我妈来陪我出院吧 嗯 这样 我跟易阿姨说让她别来了 我去陪你 下午帮你办完出院手续 再送你回家 行 怎么样 刚刚外卖人给我打电话 说订的水果你点的 给你订的 西瓜 青皮还有芒果 都想再吃 你真的是 你是病人还是我是病人呢 我照顾你还是你照顾我 不都一样吗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我睡得还行啊 我昨天十点不到就到家了 我还给你发消息了呢 不对啊 你不是回我了吗 你让我早点睡 对 我本来九点钟就应该睡觉了 被冯文然给吵醒了 你这个水还要吊多久啊 你这个水还要吊多久啊 估计八个小时吧 就这一瓶 那你要不要睡一下 我看着你 云青啊 你这个水还要吊多久啊 什么意思 你不会是要我哄你吧 贾世言 你自从生病了之后 你特别像一个小朋友 那我给你唱首摇篮曲 再给你跳个舞好不好 赶紧睡 门前是 你不得咬一下 你unter 你不得咬一下 大概五十八床水过完了 我们去看一下吧 哦 好 来 帮我按一下 好 谢谢 好的 他刚刚睡了一下 但是就只睡了十几分钟 他就说总觉得自己 有点忽冷忽热的 我给他量个体温吧 好好好 三十八度四 有点发烧了 发烧的话就不能出院了 我去跟医生说一下 他这有事吗 说后发烧呢 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过呢 不用太担心 一会儿医生就来了 好 谢谢啊 这也太好了 好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说 在医院多观察一天 也挺好的 一点都不好 都怪那个冯卫然 就不应该让他过来陪你 都是因为这两天 没有休息好呢 很多人都怪我 我已经是 我这次不想要 你吃这么多了 你吃吧 好 我这次不想要 我这次不想要 我再发给她 好 魏总 放心 没有人是不能收买的 无非是价格不同 我看你跟唐一样 岁数也差不多 又有学长学妹这层关系 是不是可以 发展发展 发展要看缘分呗 我六年前去过的中国餐馆 在弥兰老城区 红烧牛肉面是一绝 你要是有空 可以去帮我看看 是不是还开着 好 妮娜 我托朋友帮忙 订了一家 运河边上的法餐 你不是正好想 去运河边上走走吗 到时候让摄影师 帮你拍一组宣传照 好 咱们是明天早上的飞机 是吧 对 到了巴黎之后约了午餐 晚上还有一个 品牌的贵宾活动 行程是有点满灯 行 我六年前去过的 中国餐馆 在米莱老城区 红烧牛肉面是一决 你要是有空 可以去帮我看看 是不是还开着 智兰小鲁作为试点 虽然还比较成功 但接下来的联名计划 我还是不想 一次性推广那么多品牌 我觉得吧 美食还是跟地狱相关 咱们还是得想办法 把之后的联名品牌 跟地方的文化特色 相结合起来 你蛮我意思吗 冯儿啊 我跟你说了啊 不要再跟我打电话了 有什么事你都问我呀 我现在发着烧呢 在医院我要睡觉 逛 看这冯儿还老打扰我 你还烧吗 烧 烧你还开电话会 冷静一下 你这个体温怎么不降 反而还高了 还没到吃药时间 你先喝点水 这边踢一把 疼疼 你今天晚上不走了吧 不走了 我保证明天少肯定会推的 我保证明天少肯定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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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rif 去吧 我保证明天少肯定会推荐 满敌 好 好 你也不在 她说她有点事 不跟我们吃饭了 晚点到运河边 来跟我们会合 她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来 你已经醒了 怎么样 我感觉月号现在已经不熟了 说不不熟 你怎么感觉 你聊一下 我没事吧 早上好啊 阿姨 你来这么早啊 我熬了点菜粥 我就想着那医生查房前呢 让他把饭吃了 行 我先去洗手 你们怎么样 休息得好吗 妈 我都没睡醒了 唐唐说你发烧了 现在多少 不烧 你啊 本来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现在又得多住两天 麻烦嘛 其实我觉得在医院住两天也挺好的 有护士和医生在 万一有什么事要照顾他 你好意思吗 让人家唐唐陪你啊 唐唐照顾你啊 他不要上班的 没事啊 阿姨 我本来也请了两天假 我正好这两天陪着他 唐唐 不用 完全不用 我刚才路过护士站 我已经问过了 他现在可以行走自如 而且晚上都不用陪业 这也 再说白天我给他送饭嘛 我能陪他 还有护工啊 妈 我的钱都白花了 可阿姨 我反正嫁都请了 您不用跟我客气 我来照顾他 唐唐 是你不要跟我们客气 来来来 唐唐 来 快 妈 收拾好了 不是 阿姨 先回去吧 你在这儿睡不好 回去补个觉 然后美美地化个妆 跟朋友一会儿出去玩 是不是 谈个男朋友啊 去玩一把 不是你啊 这是我男朋友 唐 不是的 你把时间都陪 在这儿陪着他 多不合适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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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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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了 休息了 这份报告 带钱审查 只有风险提示 但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和管理风险机制 没有做出分析 你拿这个给领导看 这是批还是不批啊 对 对不起 杉柱 我马上补充一下 我才请假不到一个月 大家就不干活了 乱成这个样子 你们两个副处长 不能拿荣誉的时候 就敢为人心 分担责任的时候 就袖手旁观 甘处 这个月处理的过剑量 非常正常 没有谁玩乎之手 是吗 那青睐一赔的贷款 怎么回事啊 我刚一回来 高行长就找我 说我们信审处 效率太低 对市场和客户需求 没有敏感性 怎么回事 那个剑前天立会 还在正常流程中啊 是吧 琳琅 对 我们之前和业务专业员 进行了平行作业的实访 对有些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地确认 尤其是青睐一赔的 工资流水 你不要跟我说有的没的 今天下班之前 必须把审贷报告 给我交上来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唐处不在 他最近家里有人生病了 请了几天试驾 这个是唐复处的剑 之前的贷款审核 都是他负责的 审贷报告也需要他签字 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发邮件 你又不是山顶洞人 还要节省济事啊 做事之前要动动脑子 好不好 好 你没有办法 还是要做什么 你怎么办 不是 我现在也不想要 我现在也不想要 我现在就知道 我现在就知道 海外的事 我现在就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好像怎么都好受不起来 其实人冯文然已经做挺好的 他每天给我订花哄我开心 他不出差不上班的日子 就去接儿子放学带他吃饭 但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怎么可能呢 你别瞎说 你想想啊你们高中就认识 考上大学之后开始谈恋爱 大学毕业之后结婚生孩子 这么一算你们都在一起十几年了 你们进入疲惫期也很正常 可能吧 但是冯文然现在确实越来越忙了 所以现在经常就是 他忙他呢 我忙我呢 我也没什么可忙的 所以我每天在想他在忙什么 我就问他你们在忙什么 他又不跟我细说 所以我就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高兴不起来 你在生小棋之前你在干什么 大方光彩啊 优秀设计师啊 你觉得开心吗 开心啊 充实吗 充实啊 那你就找个班上啊 我 那 可以啊 我可以找个班上 但是我要是找个班上的话 那冯文然更是他忙他的 我忙我的 在一起时间更少 那更越来越远了呀 嗯 所以你现在是觉得 你跟冯文然之间 越来越不同平了 所以房子的事 其实就只是一个 导火所 对 你也得去想这个事情 背后的问题 好像不是一束花 或者一顿烛光晚餐 能解决的 你想象一下 你能够接受你的生活中 没有冯文然吗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这么闹了吗 所以啊 你现在这么躲着他 你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 是没有意义的 感情里面的大忌 就是不沟通 我觉得这样 你把你所有的想法 免许找封文然 也许把它说开了 也许你们俩共通完 事情就解决了 要实在不行的话 要不帮你们来找一个 婚姻方面的专家 那个婚姻情感的专家说 他说在一段婚姻里面 最可怕的就是致命的习惯性 他说当一个人觉得 一切都习以为常的时候呢 你们俩的婚姻 也就走向了死亡 而且大家问我 说 是不是产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都是我主动道歉 发生所有矛盾 都是我主动退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觉得 一切习以为常 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这个专家呀 就建议我 这一次要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那个专家让你不用回家 也不用道歉 就在这儿待着 不不不不 也不是说完全不道歉 我最近不是每天 给养的订花吗 他觉得我订花这个行为啊 既能够表现出我的耐心 还能够表现出我的歉意 但是他需要 我在其他方面呢 表现出我的立场 和我的底线 你确定 那专家跟你没仇过是吧 有什么仇 我又不认识他了 我们在网上找不客 咨询费多少 咨询费好像是一节课 五十 六十八一节 买五节呢打完折 三百 我就买了一节课 我听了一下 我感觉他说的有一些东西 还是挺有道理的 你干吗 赴你幸福 谢谢 我换一个 咪阿姨 咪阿姨 尝尝 雅男走了 对 她说她去接小琪 你也要回去了吗 蒋世言非要让我回去 说晚了要堵车 那那个鸡蛋羹 一会儿你给他热一下 好 放心吧 对了 我刚刚问过医生了 说他明天就能出院了 是的 走了啊 房间里有个客人 你应该认识 走了 阿姨再见 再见 桃桃 嗯 你上当了 啊 先别说这个蟹这么小 肚子里不可能有膏 腿上肯定没有肉 现在这个季节 根本不是吃这个蟹的时候 他说挺好的这个蟹 阿姨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只要想吃海鲜 就到阿姨的摊档来 不要到别的地方 他们看你是小姑娘好骗 阿姨这个摊档 最新鲜最好 知道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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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不上啊 不是 易阿姨 你 你总是不收我钱 我就回去周老师要说我的 你真是搞笑啊 你别跟我拿了 我 这点血 这点虾 在阿姨这里算什么 蒋世言说了 他这次的考试 考到了全年级 进入了前三十名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没有 谁还自己努力 不要 阿姨不行 你拿着你 周老师说话 拿回去 不要 拿回去 阿姨不高兴了 那我拿着嘛 好 走吧 我觉得真的很难 每次不买你们家海鲜 易阿姨又不高兴 买了它又不收我钱 那我一回去我跟周老师 我买海鲜我没有付钱的话 周老师又要教育我 然后硬逼着我把这个钱 一定要给易阿姨 易阿姨又死活都不收 我觉得我真的很为难 杨哥 其实我也有办法 你说 你还是照常买我们家海鲜 如果我妈不收你钱的话 你就把钱给我 你就是易芳成的儿子 给你 对啊 然后我再拿这钱 请你去吃东西 这样的话 你家又可以吃海鲜 咱俩又可以吃点别的 我懂你意思了 天哪 英宝 你怎么当时聪明 你怎么想出来的 这还不是你 你数学给我补得好的 那我请你视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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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树微光 落在我肩膀 照亮每个有趣的天 每个转身后是你温暖目光 每个转身后是你温暖目光 你说在大大的世界陪我去闯 你说在大大的世界陪我去闯 沿着地图被我实现小小愿望 慢慢的抚平那些我受过的伤 四肴流转 四肴流转 四肴流转是你柔软 四肴流转是你柔软 我掌心的时光 我掌心的时光 四肴流转 四肴流转是你柔软 四肴流转是你柔软 我掌心的时光 我掌心的时光 四肴流转是你柔软 五肴流转是你柔转 我掌心的时光 四肴流转是你柔转 感谢观看